最近AI绘图的新闻真的是满天飞 那到底是AI绘图还是电脑绘图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跟解释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名词解释的 而且有非常多人都在问说 AI到底要如何做出连贯 而且一致性的角色或风格 那如果你还没有用过Midjourney 这款AI绘图软体的话呢 可以先点击右上角的连结 先去看一下上一次我们做的Midjourney基础教学 再来看这部影片会比较有概念哦 那我们今天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图片参考的部分 就是你今天丢给Midjourney的一张图 要怎样让他抓出里面的人物或是背景呢 等一下我们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接着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尝试让同一个角色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吧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禁掉了Midjourney的画面 那要怎样让他去抓你想要的图片呢 首先先准备好你的图片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接着我们按一下对话视窗的左边的这个加号 接着我们上传一个档案 还有要注意一下你今天这张图片 如果是人物的话呢 背景一定要干净哦 那这边假设呢 我想要用我自己的头贴来创作的话呢 我就直接上传 那我们就送出 接着我们点开这个图片 接着我们到上面呢 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接着它回到Midjourney的对话视窗呢 我们按一下写线 然后把Imagine抓下来 然后在后面的Prompt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贴上刚刚的网址 那确认一下你的网址最后面呢 是点JPG或是点PNG哦 然后呢我们按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来输入指令哦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创造怎样的角色呢 这些关键字都要打进去哦 那后面呢我就加了一大串 我自己设定的关键字 那大家不用慌我 来帮大家分类一下里面到底写的什么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角色本身的外表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写它的风格跟背景哦 然后最后呢是一些像是比例的指令 那在角色形容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就是在开头的部分 我们要先帮我们的角色命一个名 例如说我这边呢帮它命名为Main 然后后面呢我就形容它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它是一个穿着紫色背心 然后黑色牛仔裤的 然后拥有黑色中长发 然后白色背景的一个人物哦 那如果你等一下有想要把这个角色 融入到其他背景里面的话呢 就是最好加一个这个White Background 那在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针对它的风格环境或者是颜色 来下指令 那第一个我加入的这一个是宫崎骏的风格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Studio Ghibli呢是吉普利工作室 再来这是平面插画动漫 最后呢还加了一个神影少女风格哦 就是很明显我今天的意图呢 就是想要把我自己的照片改造成一个宫崎骏底下的角色 然后面这个AR3比2呢 它就只是一个图片的比例而已 那我们现在送出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那经过两次的平面画之后呢 终于得到了一个我想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右下角 那我就直接把它upscale就是按一下这个U4 最后就会得到一张我很满意的角色图 那讲完人物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场景的部分 就是如何把现有图片转成你想要的场景 那假设我今天想要改造东京的图片的话呢 我们先去找一张东京的图片 假设这一张好了 假设它今天网址就已经是一张JPG图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那跟刚才一样呢 我们直接在对画视窗这边呢 按斜线把Imagine抓下来 接着我们直接贴上这个JPG的网址 贴上之后呢我们直接在后面按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呢就是接我们的关键字哦 那关键字这部分呢跟刚才人物一样就是要分为形容这个地方是怎样 然后第二部分呢再来形容你的风格哦 第一个呢我就是形容它是一个Cyberpunk City 然后Tokyo就是在东京 那后面的风格呢我就是设定刚才人物一样 我想要走一个东西去你的风格 那这部分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些你有兴趣的风格 例如说迪士尼啊还是说什么样的电影风格呢 你都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尽量把相关元素的东西全部都丢进去 然后越详细越好 例如说你今天可以把摄影师啊画家什么都贴上去呢是最好的 那利用这个关键字送出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上面的这几张图 那你可以重复送出直到你满意为止哦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场景跟人物 要怎样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 首先呢我们先点开这两张图 然后呢把他们的网址复制下来哦 然后我们回到Mizjo的对话视窗 一样斜线把Imagine抓下来 然后在关键字这边呢先贴上人物的网址哦 一样结尾要是PNG或是JPG结尾的 接着一个空格 然后呢我们再贴上场景的网址 所以呢这边就是有两个网址哦 后面呢就是我们要设下的关键字 那关键字要怎样设呢 我建议是先以人物为主哦 就是我们先把刚才这个人物所用的关键字呢 全部复制下来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呢我们刚才不是有用这个 White Background吗 这个就可以删掉 接着我们加一个新的关键字呢 叫做Walking in your futuristic cyberpunk city 就是结合我们刚才的场景这样子 然后把它送出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那它的成果呢大概都会像这样子哦 就是你有办法完美的刻画角色 或者是完全的复制场景 它经过几次测试之后呢得出的结论就是两张图片 对于Midra来说真的太多变数了 所以后来呢我决定先专注在角色刻画上面 就是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就是如何让角色重复出现呢 这边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模板哦 那这个模板呢它叫做Karenette's Popping Method 中文简称木偶法 那这个模板的网站呢 我会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的部分哦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今天呢在这个图片网址的后面 我们只要套上它这一套模板呢 就可以最大化的让Midra你尽量出现 重复的我们想要的角色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setting its place 这个place呢就是你可以填入 任何你想要让这个角色带入的环境哦 例如说一个宫殿啊街道啊 你想要设计怎样的场景呢 直接在这个place上面填入哦 那这边呢我就直接填入我想要的地方 A Futurist Cyberpunk City 就跟刚才一样哦 然后后面的Name is Description呢 就是这个Name要填入刚才我们帮这个角色 命的名字哦 那我们刚才命的名字呢叫做main 所以你就填入你帮你角色命的名字 后面Description呢就是你要来形容一下 你这个角色的外表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所使用的关键字呢 我们直接远风不动的全部复制贴上哦 接着后面呢这个setting its contents Name doing something 这个Name呢一样把它替换成我们刚才帮它命的名字 那doing activity呢你也可以直接带换 你可以先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场景跟动作来测试一下哦 后面这些atmosphere filler details media type artists 全部呢都可以直接用我们刚才已经写好的 宫崎骏那一串直接带入哦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的关键是 是一模一样的耶 那有的这个模板呢会让它更好理解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后面这个横线横线V呢这个N我们把它写4 就是我们要V4的这个作画风格哦 那这个span呢就是看你想要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这边呢就填2比3 它会是一个比较直立的长方形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一串复制起来 然后回到missjourney的画面 然后这边呢一样斜线叫出这个imagine 然后呢贴上 接着呢送出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这边呢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创作的成果哦 就是其实它的脸已经有比较接近了 就虽然长得有点像 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画风啊 会长得不一样这样子 那假设我们想要切换场景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关键字这边呢 有两个地方要改哦 第一个就是它的场景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动作 那场景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 例如说我希望场景是一个废弃工厂 然后动作的部分呢你也可以换一个 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把它复制 然后一样回到midjourney用指令接着贴上 贴上之后呢就会得到类似的角色 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啰 但是呢我发现midjourney他还是很难抓同一张脸哦 那最后呢我最满意的四张图呢 抓出来之后呢我忍不住还是把他们丢到了 Photoshop大修了一番哦 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就是这四张图呢其实原本就已经长得蛮像 我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像而已 那其实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在刚才的这个木偶法的网站 他还有提供另外两个创造角色的方法 也就是说命名法利用名字的方式 就可以让midjourney做出类似的脸孔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网站来看一下哦 还有另外一个网络上面大家很常用的方法呢 就是抓它的seed值哦 但是我自己用过之后呢我发现在重复创造同一张脸孔方面呢 这个seed值没有什么用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seed值比较像是过程 就是它是怎样从你的关键字变成这一张图的这个过程呢 这才是seed值在控制的东西 但它并不是记录结尾的那张图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所以以上的内容大家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要命名女做出一样的角色是有点困难的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在摸索说 这个AI的机器人要如何使用啊 希望接下来呢可以开发出更多更简单的方式呢 直接抓出相同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在创造同样角色的路上 如果发现了什么困难的话呢 也许过几个月之后这个困难就被解决了 也说不定了 因为现在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哦 那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更好用的方法啊 想要介绍给我的话呢 也放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更多AI相关的资讯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哦 Bye Bye by bwd6 by bwd6